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其他一些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有我的私心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深圳的朋友 他们拿的本来都是一年多签的这样的证件 你知道我是这样的人 我相信徐老师也是这样的人 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认为都是开放边境主义者 对吧 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个地球上任何妨碍人们自由移动的边界都不应该存在 但是这个理想是不可以实现的 对吧 理想是用来发牢骚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应香港方面的要求 现在这个国家做了决策 深圳这边呢 这个居民由这个一千多行改成一周一行 这个事你闹清楚了没有 对 他就一周呢 以前你是有那个通行证 有那个证的话呢 你就可以每天来 而且每天来几回也都可以 那个叫一千多行 对 现在变成是怎么样 你一个星期只能来一回 但这回可以怎么来呢 就比如说你星期一到星期日 好像星期日到星期六吧 你可以来七天 待七天 但只能来一次 然后下一次就再办 所以这个事呢 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 我心情有点复杂呀 我从我个人的意愿上来说 我觉得一种自由啊 退回去 总是让人觉得不太舒服 对吧 就是已经有了这么一种过境的自由 但是不得不因为某种条件 还要往回缩回去 总是让人觉得这个 如果能用其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是不是最善巧的方法 我个人呢 是有怀疑的 我看到的调查是什么呢 水货客是以香港人居多 并不是以深圳人居多 而且呢 真的就是这个一千的一周一行 就局限于深圳人吧 这个深圳人在总的在香港的内地游客当中 也是占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比例啊 而深圳的常住居民 有深圳户口的人 在深圳的人口里面也是一个少数 深圳现在常住一千多万人 那个深圳的常住居民按前几年的数据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最准确 才两三百万 就是这些人本来的数量就很少 而且这些人在像深圳基本上一般都有房产 有稳定的工作 他们整天来倒腾搬货的机会本来就不多 现在唯一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很多新界的比较穷的香港居民 去做这份事情了 去搬东西了 你比如说 好 你变成不能够这个一个星期来几次了 那我来了 不还可以待七天吗 不 他总要待没关系 待你在这消费没关系 他想打击的 就是每天来搬东西的 每天来回走的 就是那些很土的方法 拿了一个小拖车 到了新界超级市场 什么都买 反这个水客 然后这些东西他们买回去 他不用 他马上卖给 因为深圳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小店 他就卖所有的香港货 主要是奶粉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么他立刻就有个利润 他就这么搬一搬就有个利润 所以他搬完了卸了货了 他又去拿了 我跟你说 那你要那么说 我们很多同事也是水货客 当然他们是帮着朋友 帮着同事带个奶粉 带点生活用品 他们是他是无常的 对吧 我也在 对 是啊 可是我想说的就是 那种大而化之的去想象一个地方的人的想法 其实都不一定很准确 你比如说香港人并不是说 早几年你说非典之后经济不好了 那我们要放人 现在人放多了 你又不高兴了 这里头我们要注意 想放人的人 跟不想人 那么多人来的人 其实可能是两种人 对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通常现在我们看世界上有好几个这种大城市都出现排外情绪 一个就是伦敦就很明显 伦敦是已经很国际化很开放的地方 但是现在某种的不满外国移民的这种情绪在高涨 还有另一个比较让人意外是柏林 因为柏林呢是大概是最近十年来被认为是全欧洲最开放的一个派对制度 太多土耳其人了 不是是太多游客 他们现在开始烦游客 这两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你游客来 外国移民来 其实是会带来很多好处的 你旅游业增长 服务业增长不在话下 我们再看伦敦的情况 伦敦的这些外资跟外国移民来带动的是什么呢 就房产 房地产的价格啊等等 但它也会有副作用 副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房价上升嘛 所以呢 你看它带来的好处是谁吸收的 就是本来有楼的业主地主 他很欢迎 但是那些还要租房的人 也就是低价阶层 他就不欢迎 我想香港的情况大概也是这样 就是说假如本来这条马路上头 这商店都是我的 那我太高兴了 因为我这个租金不断涨 但是假如我本来是在这里 租个店做小买卖 也许我就觉得不高兴了 所以你懂吗 他还有阶级问题 我跟你说 这个问题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这个世界上根本问题 就是分配的问题 就比如咱们老开玩笑 说我们植入广告 我们桌上放几个饮料罐好不好 好 如果你没份 一分钱不给你 你就觉得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商业化 为什么影响观瞻 观众也有些观众提意见 可是如果放了这个罐的广告费 给你分三分之一呢 你就高高进去 我三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对吧 所以他讲的是有道理 我在香港生活 我完全能理解 就是站在一个香港人的 普通 那是哪一种香港人吗 普通 普通劳动者打工仔的角度 那真是 越住越远 已经住到 原来住在中心 租金在上升 现在咱们同事都碰到要搬家 这个房东 越租金 不断加租 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的家 受不了 只有搬得更远 你知道就是说 好 内地游客来了 是大家发财了 可是发财的是老板 百货公司的老板发财 对 对吧 李嘉诚 他不会受到内地游客的任何骚扰 对吗 可是 我一个香港普通打工仔 你知道我的工资没有增加 我的生活境况没有改善 甚至变坏了 可是变坏了 我走到街上去 到处也是跟一些个内地游客 有时候发生一些个矛盾 那你说 我有什么理由不感到厌烦呢 所以呢 你也能理解 这里面牵涉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是阶级问题 因为我到底很多人就骂我 我看这个问题都用左派观点 我到底还是有一个左的背景 他有阶级 对 我怕看什么东西 像英国也是排外的 伦敦也排外 像柏林也开始讨厌游客 所以这不是一个香港 要不要做中国的问题 而是就是一个 任何一个发达城市 当它边境开放 资金人口自由流动的时候 就会带来这个结果 因为是资本主义体系底下 对不起啊 我要讲很左的东西 你阶级的存在 就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而这里面还牵涉到行业的问题 当然细看的话 就假如我是做旅游业 前线服务人员 我会欢迎 比如说我做金行的 我卖金的 我周大服务人员 我当然欢迎自由行 但是假如我是被周大服这个店 给赶走的一个小面店的老板 那我就不高兴了 对不对 所以这边要细看 对你知道 我看了现在有一个国际组织调查 我看了很吃惊 也很失望 因为我爱香港 我坦率的说 我对香港印象非常好 那么但是现在 在他的调查当中 全世界最不友善的城市 你知道吗 香港第四名 那毫不意外 可是呢 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 你知道前三名是谁吗 我一看前三名 我也感到有些释然 第三名我忘了 前两名是纽约洛杉矶 这就是他说的 可能现在啊 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就是说都是好地方 所以态度才不好 因为大家都要去 大家全拥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会引发一些个矛盾 但是香港的问题跟伦敦纽约 还是有个根本性的大的区别 是那边是纯粹是人口经济的 一个一个压力 香港是有个一国两制 对 不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 先去一下广告再争论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大家 我们还要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一国两制底下 产生一些复杂情况 真的是别的城市都不会有的 这还不只是政治 我就算完全不谈政治 但也可能跟政治 不是没有关系 是什么呢 就是你住在美国 你住新泽西州的人 我天天可能开车去纽约上班 我可能每天都要去纽约一趟 过了桥就是吧 你会不会说 我今天进纽约了 我得去超市 买奶粉 买卫生纸 买什么 买这些东西 回新泽西呢 那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 因为在全世界这样的大城市 它那个物价 只会比周边更高更贵 纽约的东西要比新泽西贵 税也比那边贵 所以你不会到那边买东西 更何况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同样的 你住在伦敦附近 住在东京附近的人 他就算天天进城 他不会说我今天来了 我得把这个什么什么巧克力啊 什么都得买回去 明明我那也有 我得不到东京才买 不会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但是世界上又有什么法律 说这样不行呢 没有不行 说不能到我的城市买东西 没有不行 我想说的是 这其实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只要有一天 在大陆跟香港 仍然有这种双方的货物生产的 对货品信心的这种差距的话 这个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所以人家说真正的治本呢 是什么 你在大陆要真正的提高产品质量 把价格降下来 因为这是根源所在的 因为像它其实挺荒谬的 就是说你香港作为一个那么发达的城市 理论上讲深圳的人 应该会觉得到香港买东西 会比在深圳贵 这是合理 比如说你 你伦敦周边的人去了 伦敦你嫌它贵嘛 对不对 但反而香港比广东 很多地方要便宜 第一这个东西 那是因为他们买的都是进口货 而且我们税也不一样 税制不一样 这就一国两制的影响 第二 就算是国内生产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金沙巧克力 现在不都是到香港买吗 他也觉得香港那个做的东西 跟大陆这边是不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货品信心问题 信心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也就我常讲那个概念 这我一个朋友吕大乐 他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对 所以现在香港这些游客是什么概念 他不是一般的游客 他不是那种来了过了夜 住下来我要去海洋公园的游客 他是其实是香港在他的生活半径范围内 有点像是河北人天天进北京那种感觉 就是那是你的生活半径 很容易 所以整个珠三角地区的人都能够把香港纳入生活半径 那假如整个珠三角地区几千万人 他都担心我日常吃的东西有问题 我用的东西不好 那你很自然就会到了你生活半径之内 香港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最典型啊 你看我又在北京又在香港吧 但是我买什么东西我在香港买 不是说北京的不好 但是对不起我建立不起信任 我还是在香港省事 就等于像马桶盖跑到日本买那种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就马上想象到这个问题在哪 就是说香港他这个市场现在有一个 我觉得如果真的相信市场经济啊 市场是能回应这个问题 但现在我觉得就短期内回应不过来 而且呢这个回应呢 回应不过来马上变成政治化 我觉得这是先把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照理说你市场就调节嘛 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调节的时候 他回应的时候又牵涉城市面貌改变 比如说的确现在奶粉不断货 有一阵子不是说奶粉断货吗 现在奶粉比较好了 但是问题是都要集中到上水 那一整条街 就他会改变城市的地貌 那你就在北面设多一些商业中心啊 现在就这么快的改法 但是问题是马上呢就改变了上水居民的 元朗居民他们的生活 整个就被改变了 改变了 改变了相当大 就是你比如说你愿不愿意 你们家变成一个类似于 集贸市场的环境 就你本来住的是农村 附近田野 今天附近都是集贸市场拖的车 那我想他们不高兴是这个 那所以呢 现在这个问题就 我说为什么无法解决 整项看真解决不了 这个东西你一天 这两边的这种差距 没有没有平过来的话 他就会一直这样 正因为无法解决 所以我们才说一国两制 是一个伟大的实验 要是要是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那一国两制也没什么伟大了 一国两制就会面对这些问题 就是你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 你一个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原则的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体系 这个中间在交锋的地方 就会产生这种 我觉得从积极的角度来讲 香港就自己调整 因为你是一个商业城市 你就把商店开多 从大陆来讲 就吸取教训 你就香港是一边禁止 证明你有很多必需品 没有做到国际的标准 你就以此为戒 要是没有这个比较 大家在吃这个差的东西 还不知道 现在有人告诉你 有这个东西存在 那么你就刺激你这个产量的提高 你这样不就是双赢吗 他这个现在是治标 治本 你治标就是先控制点人数 因为好像听说去年 深圳这边是1500万人次 对吧 说先控制点人数 但是另一方面不是在增加接待能力 因为这等于是接待服务能力 承受不了这么多的人口 这个东西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你一个城市 你要准备啊 应付两个城市的人口 其实他们的消费需要 这个这个到底是福还是货呢 所以这就是他有时候也是商机啊 对 如果你比如你香港辟出一些地方 那就集中发挥我自由港的优势 就是卖 在一般情况下 这是超出一个城市的负荷 但是如果你这个城市 你定向你把你的定位 就定在一个跟商业有关的 你完全可以调整啊 你威尼斯这个城市 常住居民只有五万 现在是两万了 现在两万 每天的游客几十万 一年的游客上千万 威尼斯开心得很 他不会说游客来太多了 超过我们的居民了 为什么 因为威尼斯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你让我把这个话说 你比比斯小龙 香港现在的情况真是堪忧啊 另外三小龙都还有工业 都还有科技 香港照理说条件最好 依赖着这么大的一个 蓬勃发展的经济体 为什么香港什么时候 把自己的科技 把自己的工业 把自己正常的那些东西 全都转掉了呢 你现在越来越只靠 房地产 只靠金融 只靠贸易化 那你就贸易这个成分就变大了 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您说的恰恰自相矛盾 第一你举威尼斯当例子 是很不恰当 威尼斯是世界城市发展史 规划史上一个极端失败的案例 就一个伟大的城市 搞成今天这个地步 变成它其实是个迪士尼乐园了 真正发达是威尼托 就包含威尼斯在内 那个意大利的北方的省 现在想独立的那个地方 威尼斯是一个 非常负面的一个例子 它被本地人全被赶走了 本地人全被赶出去了 就整个城市变成个乐园了 就所有住在那住了 几几辈的人都待不下去了 所以它是个很坏的一个例子 不能说香港应该像威尼斯 第二呢 就是矛盾的地方在哪 就是说今天的香港 其实香港的整个经济 是一个二元经济的问题 就那一方面是非常高端 做金融炒股票 就你痛恨的牙痒痒的那些 一天赚52个亿的 造为他们那种 就那种 另一种是什么 就极端低端 做服务业的 其实很多金融城市 都有类似的情况 伦敦纽约都是 就整个经济二元扯开 你要不就是收入很低 做服务 洗盘子洗碗端菜 要不就是往上 香港典型是这样 没有中间别的产业 那么 所以香港真的是需要经济转型 但是呢 我非常赞成 是需要有发展别的东西的 但是说现在呢 我觉得过去几年呢 这不是自由性的错 我觉得自由性是 在我看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香港 又恰恰这个地方的文化有问题 文化是太实际 太功利 想赚快钱 太短视 所以呢 当现在这几年 全在做的是什么呢 就做低端旅游 做零售 你如果我们整个广东省进来的钱 就能把大家养起来 我们还干嘛呢 我们就不需要干别的事了 你还发展什么科技 以前还说跟新加坡竞争什么生物科技 现在都不用抢 所以如果香港越开多奶粉店 其实从发展趋势来是非常不好的 其实是不好 但是问题是 其实这个不怪大陆 我觉得香港就这样 你比如说 这个钱容易赚 对 就这样 人本性就这样 更何况香港人 而且你刚刚讲到这个 比如说你说有善城市 不有善 香港排第四 我毫不意外 我们自己人都能够感觉到那种不有善 你别说很多大陆朋友都说 十年前来香港 觉得香港很有善 现在不好了 你就别说对你讲普通话 对我们本地人也都不有善 没错 而且我觉得 这个我为什么 我在香港住了也有十七八年了 我的观察是有限的 但是我怎么感觉到有点 有点什么呢 不光是对大陆不友善 他这个好多事情啊 开始变得有点不靠谱了 服务 包括你看那个 过去香港那种服务非常专业的 现在我看到有些餐厅的服务员 有些店里的那个 包括你跟很多行业的人打交道 你觉得这个城市在 整体在下降 对在下降 各方面的水准在下降 这个不知道是 你觉得就 衰了就是那么一个感觉 但是我跟你讲 我另外一个感性的经验 我被邀请参加他们的 那个什么 国庆的晚会啊 还有那种庆祝的 就是这种就在 就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 会展中心啊 去特首致辞的嘛 我也不知道他们 我会接到这样的邀请 我就去了里边 熟人很少 但是也找些人聊天吧 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人 你仔细聊天下来 这些人 他们在香港 有房子 有钱 但是他们的主要的财产 他们的事业 都在大陆 都在大陆 嗯 就是香港最有权势的 这么一些人 可以 我相信这批 这个大厅的 几百个人 是香港 就是所谓的 你刚才讲的 上层的这些人 他们 他们主要的力量 他们的主要的钱 都放在大陆 那你想 他们心里在想 是吧 所以什么高端低端 高层低层 人性都是一样的 是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 这改成 一千多行 改成这个一周一行 我有时候觉得 他还会传递出一些 情感的信息 那当然就是这个 深圳人 我是深圳人 现在都会很不高兴 对 就真的像刚才讲的 你凭什么 你天天来就可以 我就不行了 对不对 而且就是 想我去买东西的时候 你就让我去 你不高兴了 就不让我去 现在另外还有两万多 那个过境上学的儿童 你知道麻烦了 这个过去奶奶 或者父母 要每天送孩子 到香港的幼儿园上学 已经入学了 那么你 现在一周一次 他怎么送呢 他又要去公安局 重新去办一种签证 一种手续 我觉得呢 就自由行这个东西 或者说水货 的确是个问题 是需要处理的 但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是有争议 但其实我们 我觉得还有很多别的 牵涉到最近 两地这样的问题的 也都是 甚至在我看来 更急迫的 你比如说像 移民的问题 像我们知道 不是现在有单程证吗 就单程证 你这边去了香港 移民香港 那现在移民香港 几种方法嘛 一种就是 优才的计划 一种就是 对 你排队 在香港工作 排队等等 那还有就是单程证 单程证这个东西呢 香港是不参与审批的 所以尤其广东那边来决定 每天谁下去 谁不下去 这个也是 常被人争论的问题 就是说什么 因为香港 现在很多人就说 香港比不过新加坡的理由 就是你的移民人口 数值没那么高 当然这个讲法 有点歧视或者什么 但你说说 客观讲 从教育背景 各方面 的确是有 跟新加坡差异越来越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多人就说 因为这个审批权 不在香港的 这相当于就是 河北 每天有人移民 成了转户口 转成北京市户口 但户口审批权 是河北发的 你懂我意思吗 河北每天 给你几百个人 一百个人 北京呢 每天移民 一百个人去美国 欧洲 就这么多年以后 你想北京的人口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全是我们河北人的天下 对 就是说 而且这个批 审批不在北京呢 就我河北决定 我每天派谁去 哪一百人去 是这个样子 所以香港现在 还有这个问题 其实这方面 问题都非常多 但是总体而言 我觉得这种地区的差异 就是一个很难短线 会有得到散解的问题 你就像我讲的 香港是一个 在服务珠三角的城市 现在在生活需要方面 对 那但是问题是香港 绝对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这种规划 這裡 大家 giants Consult 请不吝点赞